历史穷匣子 小谈历史风云 朋友们好 我是严寒 通过历史 我们知道 皇帝的儿子被称为王爷 都是有头衔的 但也有另外 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 却没出一个王爷 这是为何呢 难不成他舍不得 当然不是这样了 首先老秦认为 一个国家 只有一个王 即使改称皇帝了 仍然还是帝王 如果再把他的儿子们 都封为王 这还了得 岂不彻底乱了头 势必会造成儿子们 不团结 为了争夺权力 手足相残 这不是老秦想看到的 而且这些王爷 都是猴金猴金的 时刻想着 壮大自己的地盘 前脚 老秦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 才完成统一全国 后脚 他的儿子们 又开始 单挑的单挑 全欧的全欧 总之 就一个目的 就是要把老秦 刚统一的国家 给分裂了 那这还了得 老秦考虑再三 咬定青山不放松 坚决不封王 另一方面 老秦在制度上 已然废除了分封制 实情郡献事 如果再给儿子封王 那不是自寻死路 打自己的脸吗 老秦这个人 精明的狠 他心里想 宁可让别人打我脸 我也不会打自己脸 我乃千古一帝 是皇帝 我的形象 是高大伟岸的 绝不允许 这种事情出现 于是老秦 一咬牙 一跺脚 坚决不封王 这样一来 老秦独掌大权 无论是大臣 还是皇子 都乖乖听话 进一步 巩固了皇权 老秦这人 理想很丰满 心比天高 希望子孙后代 万事为皇帝 那和现实很骨感 老秦的命 比煎柄果子里的薄翠 还翠上十倍 薄上百倍 碰一下就掉渣 他是万万没想到 秦二世结尾以后 仅几年时间 大秦帝国 轰然倒塌 碎了一地 试想一下 当时的老秦 如果还活着 此情此景 他是否想 银身一手来 非议 他又不是阿风 不过抽嘴巴子 兴许他能干出来 肠子都毁清了 老秦独自一人 蹲坐墙角 毁不该当初 为何不封王 封了王 或许大秦帝国 还会长久一些 鼻涕一把 泪一把 老秦无助了 那么对此大伙 是如何认为呢 秦始皇 如果不废除分封制 继续封王 大秦帝国 会不会存在 更久一些呢 在评论里 留下你们的观点 下期 咱接着给大话 说老秦 请不吝点赞 订阅